我们就是把那个 游标先停在那个阻挡里面 所以我们前面的布局 就是为了后面 能够快速的产生我们要的枢纽分析表 所以前面部分当然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然后面当然就会处处都是问题 前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这个总标里面 他这边其实就有点像把那个资料库的概念 加进来 产生之后的话也要产生这样的形态 这是规则 OK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不要问我说老师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就不行 因为他规则就这样 他就规定 这个也不是我定的 因为这一次有本他就这样定了 OK我也没办法去修改 对不对 那我顶多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用快一点的方法把那个问题解决掉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你在源头 就是很喜欢用一些什么跨栏字中 你如果喜欢用跨栏字中 我跟你讲以后的话你要把它改回来 你要配合数的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尽量有一些比较不良的那种 坏习惯 你就尽量不要去做 里面像什么常见的遇到问题就跨栏字中 然后还有什么 里面常常喜欢用什么总计 小计这边又多 插入什么呢 插入一列 这列里面就是一个总计 然后呢 或者是这边就全部空白 那也不要出现 不然的话呢 你就不符合规则 你叫我这怎么办 你把资料丢进去就是产生一些奇怪的东西 奇怪什么一些 不应该出现的结果 因为你的源头就是不对了 所以呢 这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反正你就是最后就要长得像这样就对了 然后呢 你需要分析的栏位 如果没有 你就要把它先产生 像这里面的话 它有预先产生什么 刚刚有一个叫什么 销货 数量乘以单价 最后的话会有个销售金额 也就以后 如果你资料来源里面没有这个栏位 但是你要必须要加总的话 你就需要怎么 先预先多这个栏位 如果没有这个栏位 那很抱歉 你就没办法做出那样的结果 另外还有这两个栏位 年度跟月份 其实年度月份 你不加也没关系 你可以用群组 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干脆加一个好了 我不要再群组 因为群组有时候麻烦 如果你觉得 群组这个功能很麻烦 那没关系你就加一栏 这个东西 都可以弹性的去 去做调整 因为每个人的 习惯不一样 你不要说硬性 我一定要用群组 没有 你如果不喜欢用群组的话 那你就不要 你就加一个栏位就好了 两者之间 没有绝对的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如果第一个问题 我油标先放在这里 我希望 把那个 业绩的什么呢 总额帮我加起来 那我第一个先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表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帮我把整个工作表 也就是说他只要你油标 放在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中一个 储存格 他就会自动帮你 扩展到 这个所有的 那个范围 那但有一种情况 会发生错误 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中间 断开来 那断开来 应该就不是范围 所谓的范围 是有连续的 如果你不连续的话 那就不会是一个范围 所以 有的人说 奇怪有选 怎么奇怪 底下的东西不见了 那因为就是你 中间有断开了 如果没有断开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会帮你 整个扩大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出现 就是像这样的话 数据分析表 我们基本上 就是可以把什么 销售的金 所以 这边我刚刚讲过 列 在这里 蓝 在这里 还有值在这里 Data 另外 其实这个就是 第一维 第二维 那如果说将来 如果你觉得 你的分析还不够的话 其实我们 在上一次有讲到 就是那个 这边还可以再加上 第三维 就是说你可以在 在你筛选完结果 还可以在报表里面 做筛选 那首先我们先针对 第一个问题来看 就是 我如果要 把所有东西加总的话 那把销售金额 整个拖拉到值就好 但是不用跟他讲说 你要是哪一个的值 列还是蓝 都不用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他会把整个公司的 所有的销售金额 通通帮我加总起来 不过有的时候 像这种 数字阅读不方便 我的习惯是这样 切到常用 可以用千分位符号 然后呢把小数点去掉 这样的话看会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到 百万 千万 亿 然后24亿 就可以忙 不要可以判断了 如果你没有千分位符号 你要自己慢慢算 很不方便 所以 一般习惯就是说 你要为了要让他 就是 阅读 便利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切到常用 里面呢 你可以用千分位符号 再把小数点去掉 这样的话 就一目了然 那请各位 第一个 先把那个工作表 这个把它改名 叫01好了 也就是这个是我们 第一个答案 那并且 帮我把这个01 拖拉到哪里呢 最右边好了 所以后面 12个问题 那请各位就是 分别产生 12个工作表 并且呢 就是 再把这个12个工作表 列在后面 我们一个个分别来看 所以第一个 把那个总表部分 里面的总 业绩 就统计出来了 好 第2个工作表